C罗打门 C罗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多 击中衡量了 球还在场上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多 还有机会 首门 卢塞尔体育长 再一次汇集了 所有球迷的目光 因为一场精彩的比赛 即将在这里展开 王棠和苏东将连妹 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比赛解说 希望双方今天都能超水平发挥啊 接下来的两个对手分别是 葡萄牙队和摩洛戈队 留下来的球队已经越来越少了 现在还有16支 这轮过后就只有8支球队了 比赛也是看一场少一场 葡萄牙队的球被拦截了 机会来了 碧锡 布努 这次飞扑真精彩 真厉害啊 打门 打门 不错的防守在进区边缘 挡住了打门 球被拦了下来 把球带过去了 考验门将了 这样的远射 门将还是可以轻松应对的 不反 要说谁是本场比赛真正的大明星啊 那还得是 那斯里 门将扑了一下 但是球没飞远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门将做出了一次堪称伟大的扑就啊 如果今天能够获胜 他毫无疑问要记头功啊 绝对的 国家亚队被对手抢断 铁鹤 这个球掉向进区 却没有找到队友 被防守队员控制了 布鲁鹤 现在是坎塞洛在控球 看看扑大队这次边路攻势如何 这球会进吗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哎呀这球真是 打不进比打进都难 他今天这个状态真是令人堪忧啊 这个距离非常近 对他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只能猜想今天身体状态可能还没调整 好一定是的 控球没空住 球权交到了对手脚下 好球 机会出来了 这是一角凌空周圈 球都进了 门将在哪呢 对面送上大礼 门户打开 他当然不会客气了 是啊 空门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就是啊 比赛现在继续 葡萄牙队暂时比分领先 比赛现在继续 葡萄牙队暂时比分领先 比分被扳平成了一笔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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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两队打成平手 这个角球啊 能够改写比分吗 拔了个短子 继续组织 打一路代球向前推进 有机会领先 立柱化身门将啊 漂亮进了 再来欣赏一下进球过程 理论上门将应该完全守住进脚 但他就是找到了机会把球打进了球门 中拳开球比赛继续 丢球之后啊 股德亚队比分落后 边才举齐越位 船跑结合还是差点意思啊 恩内里斯 进去了一次成功的抢断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这次过人很有想象力啊 扳平的机会 怎么办最终认定 这是一个点球 点球一个 黄牌一张 裁判真的是面面俱到啊 能扳平比分吗 他在神马处非常的让人放心啊 比分又被扳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诺塞尔马斯拉韦 进球数控球率都没有差别 两队今天踢的真是难解难分啊 双方接下来应该都还有机会改写比分 有点扑出去了 这就是长期训练的下意识反应 员尔马斯拉韩 那是悬瓦 好球 一级轻巧的挑射 四两拨千斤啊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阿塔威尔 全球找到了队友 考验门将了 射门被封堵了 上停补时1分钟 能把比分追平吗 这么不明显的越位 都没能逃过裁判的火眼金睛啊 卢塞尔体育场的这场比赛 上半场正式结束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比分上葡萄牙队一球领先 端球阵锅 上半场比赛 可惜球没有打进 哈吉米 来到了前场 所以说足球场嘛 就是风云变换 打出漂亮进攻的一方 转眼就沦为了防守的一方 成功地找到了空档 他还是更喜欢内切啊 防守队员把球清理出去 成功地化解了危机 独门了 飞针扑就啊 动作很好看 效果也不错 角球开向了进去中央 塞罗没能控制住球 索菲亚内不反 格里斯蒂亚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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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量的空档 对方还是在给他压力啊 球权一阻了 塞罗打拨 我们看这次抢断的时机很不错 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 比赛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 塞罗脚下动作很简洁 轻松躲过了防守 防守队员十分勇猛 化解了对方在进去边缘的攻满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他简直就是对手肚子里的蛔虫啊 预判的很准确 塞罗拿球 看看他怎么处理 这个位置可以尝试起脚啊 脚科书般的抢断啊 克里斯蒂亚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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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扳的机会 一次成功的扑就 脚球开出来 到了禁区中央 有机会 塞罗 球到了对手脚下 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图天下队前场拿球组织进攻 塞罗 车里斯蒋诺 罗大多 击中衡量了 球还在场上 还有机会 一脚势大力沉的爆射啊 皮球稍稍偏出力柱 场面的球迷是发生了一声惊呼啊 如果他能够继续保持如此好的状态 我相信他取得性球只是时间问题了 没错 这次抢断 充分体现了他的意识和能力 等你们想看B席直接射门 主持人现在是在利用进攻有力的规则 没有吹停比赛 他们比分还是落后 这次进攻会有收获吗 门将干得不错啊 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获得了一个脚球 这是扳平比分的好机会 可惜了 本来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对方的球门球 有球员要上场了 葡萄阳队的球啊 被拦截了 还在寻找防守空刀啊 这会儿球又回到了他们这边 成龙带球挣脱了防守 这个单刀突破非常精彩 但门将出击也相当果断 对时机的选择 对路线的判断和风度都做得非常完美 所以说一对好门将 真的可以顶半条后防线 在这个球上完美体现 是的 比赛即将结束 最后的扳平机会 破门凉机 这次上下成功破坏了对方的胜门机会 球也被打出了危险区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捕食两分钟 克里斯蒂安诺罗纳尔多 他能一直定音吗 漂亮 破坏了对方的胜门机会 球也脱离了危险区 很好的一脚穿越球 一次成功的扑就 感觉门将今天状态不错啊 全场比赛结束 他们在自己的主场收获了一场胜利 这本该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比赛 双方的表现是如此接近 但是运气站在了他们这边 他今天这样的表现 已经足以可以让球迷满意了 他今天表现不错 罚点球也很稳 这场胜利是对他今天的表现 最好的奖赏 好球 机会出来了 这是一较凌空周圣 他们现在非常有耐心 他一路带球向前推进 有机会领先 漂亮 进了 翻屏的机会 怎么办 最终认定 这是一个点球 能翻屏比分吗 他在水马处 非常的让人放心啊 没人带多歇尔瓦 好球 一记轻巧的挑射 四两拨千斤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